第八十七章 上山入城进宫 上 三艘大船游江入湖 八百里春神湖 烟波浩渺 此湖容纳六水吞吐大江 历来是兵家死争之地 以及骚客游览圣地 徐凤年站在船头给于又微讲解春神湖的地理行圣 附带了许多当年李毅山灌输给他的兵法见解 春秋以前 南北对峙 无不以征此地做据点 控春神便可扬帆东下 居高临下 以狮子薄兔之姿抢夺天下 早先北方想要印马东南 或者南方想举兵北伐 都要经过八百里春神湖 三城三观三山 素来被兵家瞩目 又以三城为重 相凡 行阳 武陵 以天下而言重在相凡 以东南而言重在行阳 以本州而言重在武陵 相凡一直被说作天下妖旅 当初三国乱战于此 西楚旧臣王明阳临危受命 成为相凡郡守 据徐霄十万兵家 死守三年 到后来西楚灭了 西楚忘了 这个上阴学宫出来的济夏学士依然誓死不详 城中十人 王明阳更是亲手烹杀七尔 三年后破城 二十万相凡人 只剩下不到一万 成为一座鬼城 据说破城十年后 仍有十数万孤魂野鬼不肯离城 夜夜哀嚎 王朝不得不让龙虎山长教天师亲父相凡 设周天大教 较为达到骇人听闻的三万六千五百个 算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壮举 这场攻守战 让王明阳赢得了春秋第一首将的名头 连徐霄都佩服 只是一人功成名就 却拉上二十万人陪葬 王明阳再过一千年都是个争议人物 于又威胆战心惊道 我们不会去相凡吧 徐凤年最近一直习惯性手指虚弹 一天到晚 不知虚弹了几千次 大概是练刀练到走火入魔了 轻声笑道 本来想去 你若不敢 那我们就直奔武林 于又威摇了摇头 徐凤年突然听到船尾传来一阵哭爹喊娘 于又威不凑巧 刚听到相凡十万怨灵的传说 心甘一颤 好不容易意识到 这会儿身处春神湖船头 一脸自嘲 徐凤年没有理会于又威赶到船头 看到一名船夫捧着鲜血淋漓的手臂在地上打滚 两头右魁通体星红 对其低沉嘶吼 屡前唐上前与世子殿下诉说了一遍经过鸡毛蒜皮的小事 右魁嬉闹奔跑 约莫是撞上了船夫 右魁脾气暴躁 就咬了一口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虎魁是上股凶兽 鸡则识人 徐凤年蹲下身 咬人的右魁金刚 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怒意 低头乌液 肤色立即由红转黑 徐凤年却没有对其骄纵 屈指一谈 将伤人的金刚在船壁上弹出一个窟窿 坠入湖中 姐姐菩萨在窟窿处望着地底 可怜兮兮回头望向徐凤年 貌似在求情 徐凤年冷哼一声 起身道 赔些银两给伤者 对了 让凤自营帮忙捕捞船板 暮色中 春神湖上白隔蒸馏 千帆净发 一番热闹繁华景象 越是临近江南榆米之乡 就越发感受不到故乡北梁的千里旷野寂寥 今晚一行人会夜宿春神湖新的一座岛屿 名母山 临近湖中岛屿 徐凤年看到江泥难得走出船舱站在身边 就解释道 这山原本不叫母山 叫尖牢山 是希望母禁锢玉帝女儿春神的地方 尖牢山四周也不是湖水 只是一座盆地 后来有一名陆地仙人气不过 沿着尖牢山一建化园 塌陷八百里 这才涌出湖水 久而久之 湖成了春神湖 山成了母山 至于仙人造湖的说法 自然是一番神怪妄谈 如今母山上布满庭院楼阁 三教九流齐聚 不仅有权贵宅院 僧道结卢 还有几个亡国遗老 在岛上画地围牢 商铺也多 上了岛 你可以挑些入眼的东西 江泥伸出手 徐凤年愣了一下 问道 什么 江泥声应道 银子 徐凤年哈哈笑道 行 这会儿你已经赚了好几百两银子了 你想要拿走多少 不过说好心提醒一声 你报我的名号 谁敢跟你要钱 何苦浪费你辛苦读书 正到手的秘籍 江泥冷笑道 你当我是你这种 巧取豪夺的人吗 徐凤年被逗乐 笑眯眯道 那你到底要多少银子 几百两都取出 或者我干脆赦账 给你几千两黄金 如此一来 你读书可以读几辈子 江泥愤愤道 我只取一两银子 徐凤年无奈道 需要这么小家子气吗 江泥板着脸道 拿来 徐凤年白眼道 等一下跟青鸟要去 本柿子从不带这点小钱 江泥静止回到船舱 做贼一般从书箱中 小心翼翼拿出一个小账本 上面清楚记载了读 太玄经 证了多几文 千剑本草纲 杀经剑等等 每一本何时读何地读 每一本读了多少字 都有详细记录 至今他挣了可不止 徐凤年所说的几百两 而是一千零七两三十四文钱 整天就是吃喝睡的老建神 夺不尽了船舱 正要在积蓄中 画去一两银子的江泥 一手提笔 一手遮住账簿 李纯刚对此无可奈何 占远了人游江泥 做完手头上的活 这才拎着酒壶坐上桌 倒了酒水在桌上 手指沾了沾 等江泥将账本放回书箱底层 坐于对面 李纯刚才以纸作笔 以酒作墨 在桌面上挥洒开来 一笔一画 精神气意充沛盎然 江泥正今微作 看老头写字 一气呵成 贯穿首尾 半张桌面 密密麻麻 如鬼门关那乱交临寻 李老头写完后 才望向江泥 后者一脸平静 老人似乎果真如其实所说 不求小丫头学到什么 袖口一抹 重新来过 这回李纯刚有说话 老夫的狂草 要点有三 首先连面一贯 再力求千层万楼 最后才是一个无字 无畏 无情 无求 如这酒水 抹去便抹去了 不沾丝毫痕迹 第一点是偷懒不得的功夫 即便醉诗潦倒草书 细看却无一处一点诗笔 皆有规矩 为何 平日功夫 做足做戏了 一字落笔 如挥出一剑一刀 马虎不来 老夫的字 素来被誉为 笨蛇走挥 观者看字如看剑 利剑锋芒 威然可畏 李纯刚正说到兴起 却瞥见将丫头在打哈欠 大船一顿 似乎要上岸 一肚子挫败感的老头 低头一吸 叹息一声 念叨着 莫浪费莫浪费 将桌面那些酒水 吸入嘴中 将你对老头 这类荒诞行径 习以为常 一同走出船舱 看到徐凤年 正在与大几年 峨眉商量事情 好像大半凤自营 不会上山 这也在情理之中 且不说一百青甲氏族 住得下于否 这些北梁汉族 本身就过于惹眼 在将你思量的时候 李老头还在那里 自顾自吹嘘 一手自如何出神入化 将你左耳进右耳出 双手提起裙摆 走下木板 瞥见一头 右魁窜上岸 嘴中叼着一条肥鲤鱼 似乎在想徐凤年邀功 可徐凤年只是呵斥一声 那小家伙立马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约莫是装死 徐凤年刚要抬脚踢小家伙 桃子被另外一只右魁轻轻咬住 徐凤年这才罢休 惩戒算是告一段落 姐弟右魁可不记仇 欢快跟在柿子殿下身后 看得将你一阵心疼 两个小笨蛋 为啥对徐凤年那般温讯 徐凤年回望春神湖 眼神恍惚 南南道 到了 帝多 泰安城 清晨时分 天灰蒙蒙 官道上三百铁骑 急奔而来 尘土飞扬 京城风传北梁王徐霄 即将入城 天下唯一一座人口 达到百万的巨城 一时间云波诡决 城内主轴道上的高楼 都被各色人物占满 只求一睹徐大祝国的真面目 即便见不着 看看车马阵仗 也就心满意足 清流世子焦躁 江湖武夫不安 达官显贵喧闹 听闻有十数位大小黄门 准备连魅兰车 去冒死怒斥那人徒的生灵涂炭 去骂其毁掉天下 大半读书种子 更传言 有无数准备当到刺杀的武林好汉 连说书先生们 都在各大茶楼 不约而同老调重谈 说起了春秋乱战 京城内无数之鸭上响起了刺耳的禅鸣 泰安城城门有四孔 城门内外闲杂人等都被城门校尉早早肃清 当渐行渐进的马队踩踏出比禅鸣阵而百倍轰鸣 当城门以及城墙上众人看到那一感星红醒目的徐自王旗 本是气息的清晨顿时窒息起来 马队缓缓踏入城门 除了马蹄声 似乎整座京城都开始寂静无声 皇宫的主轴大道上 站好位置的旁观者们 不由自主平住气息 当马队愈行愈远 才面面相去 如是重负 尘埃落定 城门外来了两个行人 其中一位老僧人身穿黑衣 目三角 相貌争鸣 形如一头衰老病虎 只是神情淡漠 另一位驼背微瘸 穿着寻常傅家翁的装束 抬头望了一眼城墙 微微一笑 与身旁黑衣老僧 以及一些晨起生意的贩夫走卒 一同由侧孔走过城门 偶有注目视线 都放在了老僧身上 尾时是黑衣僧这番相貌 不像个慈悲心肠的出家人 只不过年迈苍老 行人只是多看了两眼 便不再上心 至于老僧身边的老人 更是不惹注意 泰安城是天下守善之城 连项墨市井里头的小民 都自称见识过某某大将军 某某大学士 谁乐意瞧一个驼背的老头 穿过城门侧孔 傅家翁与黑衣老僧 缓步前行 傅家翁副手语后 赫赫笑道 杨突驴 京城百万人 可就你一个是我朋友啊 哭搞老僧轻轻道 若不摸我脑袋 我便是你朋友 傅家翁嘴上说着 哪能哪能 都说世上有两样东西摸不得 老虎屁股摸不得 还有就是你这杨太岁的脑袋 摸不得了 可话是这么说 他却很不客气地 伸手去摸老僧的光头 老僧也不阻拦 只是叹气 傅家翁摸了摸 黑衣老僧光头 哈哈大笑 黑衣老僧一脸淡然 这颗脑袋 齐玄珍当年倒是也摸过 然后莲花顶就塌了一半 位置 尹 Prime